以慈善来福利社会 我们看国际佛光会的巴西协会 他们每年都会举办 两次的慈善救济的活动 而且21年来 从没有间断过 今年碰上了新冠肺炎疫情 活动同样没有停摆 佛光人是捐出了大量的物资 希望温暖陪伴弱势 来一起挺过疫情风暴 顶着巴西艳阳佛光会看部 和如来之子同理合作 把一箱箱物资搬上车 箱子里从食物到止尿部 通通都有 要送给当地儿童之家 和长照机构等八个单位 疫情肆虐的时候 我们佛光协会 发挥爱心 关怀在这边受苦难的众生们 团结一心发挥爱心 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 每年两次捐赠活动 已做就是21年 今年碰上新冠肺炎 佛光人做公益脚步没有停下来 希望每一位受赠者 都能平安挺过疫情风暴 另外一位是巴西综合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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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